这个是我第三次做这个面包了,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前两天莫名的想吃这种甜面包 正好呢,早餐也不知道吃什么,就做了这款馅料的面包 没想到口感超级惊艳,又没有那么甜腻 早餐给小朋友吃非常的不错 先把屏幕上的食材全部夹在面筒里 我这里用了波兰种和烫种,可以有效的防止面包老化 先低速搅拌成团,再转高速,揉出后膜 加入软化的黄油,继续揉面 面团把黄油吃进去了,中速,揉个2-3分钟就差不多了 最后是这种薄而不易破的膜 把面团滚圆,面包适合发酵50分钟左右 趁着这个时间把馅料处理了,把屏幕上所有的食材加在碗里 黄油提前软化,拌均匀就可以了,馅料没有啥难度 发酵好的面团取出来 分割成大约75克左右的小剂子 全部滚圆 密封形上15-20分钟左右 取一个面团,先给它上向擀一次 再翻个方向,继续上向,各擀一次 擀成这种长方形,把底下压薄 均匀地抹上馅料,再给它卷起来 从中间切开 像视频的手法一样,给它整形就可以了 整形好之后,放在纸托里发酵 发酵的温度最好是35度,湿度75% 大概发酵35-40分钟左右,比原来的体积大了一倍多 烘烤之前表面上下蛋液,提前预热烤箱 200度,大概18分钟左右 表面均匀上色之后,及时盖上锡纸,防止颜色过深 时间到了取出来,我们这个面包就烤好了 这个面包就烤好了 非常的软 看看这个组织,这个黑芝麻馅料微微的甜 黑芝麻本身又非常的香,跟柔软的面包体非常的搭 你们一定要试试 我已经做了很多次了,准备寄给家里人尝一尝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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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